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明年1月投票开始,距今仅有几个月时间,台湾即将迎来新一任领导人。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到底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侯友宜,还是外科医生柯文哲会获胜? 选举结果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台湾民众的态度和大陆与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从岛内民意来看,支持统一的人群相对较少,约占15%至16%,支持台独的人口虽被露营宣称为54%,但实际可能仅40%以上。 大部分台湾民众倾向于保持现状,这部分中间派的人口比例肯定略高于支持台独的比例。 然而,中间派年龄较长,投票积极性可能低于以年轻人为主的露营。 马英九率领的国民党长期坚持不同不独不武的立场。 不过,相较于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走向分裂的蓝营,露营的基本盘更为稳固。 支持台独的深绿群体态度坚定,而中间派民众可能在支持方面摇摆不定。 最近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的支持率大跌,其中原因就是中间派的柯文哲分流了其支持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露营胜选的概率较大,因为其基本盘更稳定。 蓝营近几十年因为过于懦弱、保守和不团结,导致深蓝基本盘不断减少。 2000年,若非宋处于分裂蓝营,连战可能会当选,台海局势也不至于如今这般紧张。 值得反思的是,国民党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获胜,却在2020年的领导人选举中败给了蔡英文。 这样的转变背后,国民党内部问题难以挽回,马英九当年更是依赖大陆的支撑才能上台。 展望未来,只要民进党能吸引一部分中间派选民,并通过其他候选人分流中间选民,国民党败选的可能性相当高。 总体来说,台湾选情的内部格局让国民党的前景并不乐观。 当然,外界对台湾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呢? 在大陆与美国之间,谁对台湾的影响力更大? 这其实众所周知,美国目前在台湾岛上的影响力要比大陆更为显著。 那么,美国支持的是哪一方呢? 关于这一问题,我最近正好读到一位台湾人的评论。 他觉得,当前美国政府最看好的人选是国民党的侯友宜,因为他认为赖清德和柯文哲在未来可能会表现出较高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因此,美国可能会选择一个更为顺从,政党基础更稳固的人选,而国民党的侯友宜似乎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 看了这样的观点,我不禁觉得有些讽刺。 美国真的希望台海稳定吗? 那为何还会大规模地援助台湾当局,并且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激化矛盾呢? 美国真正的目的或许是以切香尝试的方式推动台独,试图将台湾打造成下一个乌克兰,从而让中国陷入台海战争的泥潭,借此机会促使北约进入东亚,并用北约的力量对中国实施地缘和军事上的封锁,进而引发一场新冷战。 如果这一点理解不了,我们怎么能准确判断美国的政治倾向呢? 回想起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时期,那时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怎么可能还希望国民党这样一种中间路线重新执政呢? 因此,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方面,美国可能只会支持赖清德。 最近,赖清德要过境美国,这难道不是美国对民进党选举的明确支持吗? 无庸置疑,美国肯定是支持民进党和赖清德的,否则马英九也不会访问大陆。 因此,对于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赖清德很有可能当选,民进党有望再次胜出,而国民党和侯友宜则可能会重蹈2020年韩国瑜的覆辙。 那么,关于促进两岸快速统一的当选人是谁呢? 大家对此似乎已经心知肚明。 事实上,相较于国民党候选人的当选,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可能更能推动两岸统一的进程。 原因其实很简单,台湾统一最快的途径可能就是解放军的武统。 而要发生武统,必要的条件就是台湾方面不断推动台独,最终迫使大陆方面不得不采取行动。 而民进党的倾向不正是这样吗? 因此,人们普遍清楚,民进党赖清德如果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可能会继续与美国合作,加速推动台独。 由于美国越来越急于制造麻烦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他可能更倾向于在台海地区复制乌克兰模式美国的需求越迫切,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间就可能越近。 因此,赖清德的当选似乎更有助于两岸快速统一。 相反,如果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两岸统一可能会拖得更久,毕竟国民党没有统一的强烈意愿,他们既不推动台独,又想保持现状, 同时还向大陆寻求利益。 那么,国民党当选对我们来说好还是坏呢? 好的一面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手段减少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缓冲空间和时间可能增多,两国关系恶化的时间可能延后,我们的和平发展时间或许就更多。 坏的一面是,两岸统一的速度可能会更慢。 我们何时会统一台湾呢? 目前的形势下,尽管我们一直努力追求和平统一,但恐怕事情不会如意。 简单的说,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并以推动台独作为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 因此,中美关系大概率最终会恶化,台湾问题可能难以避免。 如果明年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可能会与美国继续推动台独,美国加速武装台湾当局。 在这种情况下,武统台湾的时间可能越来越近。 回顾一下,美国从武装乌克兰到挑起俄乌战争用了近八年时间。 美国是从特朗普任期后半段开始武装台湾的,如果这个过程也需要七八年,那就是在2027年左右。 赖清德第一个任期四年,四年后,国民党依然难以挑战民进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台湾统一很可能发生在赖清德任期内,最快可能在他的第一任期后半段,慢的话也可能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完成。 从中美博弈的角度来看,美国遏制打压中国,可能会选在中国GDP即将超过美国之际。 从时间上看,中国在2030年左右的GDP应该会超过美国,那么美国可能会选择在2030年前与中国摊牌,而摊牌的焦点可能就是台湾。 因此,美国在2027年到2030年之间与中国彻底摊牌的概率较大,而中国对台湾进行武统的可能性也很可能在此时间点发生。 当然,其中有两个更为重大的影响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2024年美国的大选。 在这次选举中,谁将更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 当前的局势看起来,民主党的候选人很可能还是拜登,而共和党则可能再次推出特朗普。 随着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法律指控增多,特朗普的声誉反而可能会受益。 中间选民和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指控只是民主党的政治迫害。 事实上,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 许多迹象都表明,在2024年的大选中,特朗普胜选的概率更大。 如果他当选,他对中国的政策肯定会与拜登政府有所不同,但整体方向不会改变。 有趣的是,特朗普当选可能会降低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概率,因为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倾向可能会比拜登政府小。 其次,中东的局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前,如果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升级,并演变成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的激烈冲突,美国将不得不介入。 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在台海的冲突可能性就会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统一的进程会延后。 综上所述,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激烈的博弈阶段,双方的博弈空间和时间都在不断缩小,局势变得非常紧张。 这种严峻的形势,甚至是一百岁的基辛格也特意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到中国进行磋商。 总的来说,当中美缓和的空间越来越小时,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近在眼前。 让我们静观其变,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